幾乎 幾乎全部都贏了 即使每個都贏 但藍白盒最終結果不是柯侯配 也不是侯科配 卻變成藍白各自開記者會 一個是醫學院教授 一個是會計系教授 兩個隔空開嗆 炒的是數字問題 因為民調中的誤差範圍 三趴六趴不攏 兩位教授也各有見解 讓三趴可以 但是昨天晚上那個要求 叫我們讓六趴 我坦白講好了 今天不是要贏柯文哲 今天是大選能夠贏過賴清德 真的大選的時候 賴清德0.001趴都不會讓 不要再討論所謂讓三趴 讓五趴或讓幾趴 我們通通尊重所謂的統計的結果 每一份民調後面都有寫得很清楚 他的統計誤差是多少 幕僚當時也乾 柯主席也稍微做一個溝通意見的交換 柯主席也同意了 兩位教授在吵架 侯友宜這位警官在旁邊駐政 只是20號總統參選人就要登記 儘管各說各話看似沒有著急 但似乎還有轉換雨滴 上花椒以前總是會有不同的情緒 不過不管怎樣 我們大家就是在最後的一秒鐘 我們大家開開心心快快樂樂 我們團結在一起 是這樣啦 登記最後一天是24號 所以這樣啦 今年的選舉實在是充滿的驚喜 我看到24號下午五點以前 什麼都有可能 我們隨時這個門是敞開的 公開也再一次呼籲 我們隨時Ready 我現在是一定不要一個人跟他們談 國民黨隨時Ready 就等柯文哲什麼時候點頭Get Ready 華視新聞外宣張振傑 台北新北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